今天其實討論一個著名的議題 我想說我認識這位是老師 我剛才跟他認清 我跟他在大學是同一屆的 應該二十年前 小朋友在街頭上也有碰過面 不過現在會比較了解 是上一次我們學會 跟立法院這邊開了一個冬天會 就是政府花了錢 找了一個外國人來寫了一本 台灣的健康問題等的國家報告書 這個很重要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我覺得那是去年事的 說有做事都可以給展身都沒有問題 然後我會帶出一個意思是 幾乎在同一個時間 這邊就是衛福部他也公布了 2025的國民健康白皮書 然後當然白皮書這是一個國家 2025現在在2026嘛 勾了出未來的幾年的健康的利益 那我們那時候找個台灣原社的理事長 還有議書長 顧議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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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議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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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的好朋友伊薩 一起來考慮的議題 他們就發起了一個議題 在2020的白皮書裡面 也有一個著名的專長 在2025年的白皮書裡面 也有一個專長不見了 你們覺得這是不是個問題 這當然是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 國家未來政策的一個圖像 結果這一塊 博生是何見的 所以後來他們就發起了一個嚴肅 要求說你必須要把這個門進去 那如果你們有上網去看 今天這一場的說明的話 一開始講出了一個 今年4月份加拿大發生的一些事情 對不對 我看到那個新聞我就很驚訝 為什麼 因為年初加拿大的總理 他們叫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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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帶著國家向民助理道歉 結果道歉完以後 事情開始發生了 那當然它是有一個歷史的脈絡 有一個歷史的 等於的因素在一個地方 那這也是我們在 討論健康物品的裡面 越來越強調的 很多時候 它的所謂的社會的決定的因素 在哪裡 然後我們要去消民它 我們要去消民它的物品等 所以今天 解惑性暴力下的物品等 原住民健康跟人權 以前我大概跟以上 跟還有日老師他們一起出的 原住民的就業的問題 尤其是都市原住民的就業的問題 那我本身就是大概講的這個故事 我就把時間交給今天的講者 像我以前在港來西亞在做參與的水霸 反水霸的運動的過程裡面 裡面就是很多都是原住民的部落 無人經濟發展 就把整個部落這樣破千 然後把整個地方都業起來 那尤其民蓋了一個 一個好的方式的原因 很文明的方式 有自來水 有電 有很多的 可能你認為現在文明 社會的一些必要的設施 但是對不起 他的生活文化跟他的生活習慣 是整個被破壞掉的 那衍生出來的問題 其實也是盡快一點的原因 所以我們今天 非常開心的邀請到 那就是弘毅老師 台灣原社的霧秘書長 是唯一這個 醫學人文研究所的助理教授 來跟大家討論這個議題 那我們就掌聲來歡迎 好 謝謝 那今天很高興的過來這邊 跟大家分享 那原住民族的這樣子 這個健康 總面的這個健康平均的這個議題 然後我大概從事這個議題 超過十分 十年的這個議題 就從我國師一些 國師論文到現在 那 其實我有一個 我自己的真正的名字 我叫我名拿得 當我名拿 都名 是我自己賽下族的名字 好 那這個國家要求我 要有一個漢性 所以 會取得這裡一個漢性 不過運氣好之後 這個漢性這個字 是從我的 這個 這個賽下族的名字翻譯過 所以保留了這個日性的這樣子的一個 日的這個名字 所以可能大家 比較少看到 好 那大家可以叫我 武密 好 這是我自己的一個 賽下族的這個名字 也是我爸爸 給我很美的 能夠賽下族的名字 好 那 今天我要談到這個 原住民族的這樣子的 一個健康的這個議題 我會用一些過去幾年我做的這些研究 嘗試的去說明 在這個所謂的原住民族的健康不均等後面 他所體現出來的這個可能是一種 所謂的政治啦 經濟或是制度上面的這樣子的一個 我們所看到的對原住民族的這個形式 那其實事實上原住民族的健康不均等 這是全世界的這個議題 在全世界大家可能比較小 包括澳洲 西蘭 夏威夷 我們看到了在這個大洋洲 等等這些地方 原住民族其實從很多的這樣一個生物指標上面 包括 和幾歲 平均比例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原住民族 對這個對原住民族 他其實都有很大的差距 他真的有些差距 那 那 原住民族來講 這個 澳大利亞來看的話 原住民族的這個男性 他的平均他可以活大概六十歲 可是澳大利亞的這個白人他可以活七十六歲 大家可以看到中間差距 大概將近十六歲 那女性也是類似的 這個 在澳大利亞的這個原住民族的女性大概可以活六十五歲 但是 非原住民族可以活七十六歲 所以中間 這整整差了十七歲 這個其實在世界上都是這樣的趨勢 其實 大家可以看到台灣有這樣的情況 這個所謂的這個原住民族 這張圖可能看得更明顯 可以看到 這張圖可能看得更明顯 在 這個所有的這個 右邊的這些 這些的這個bar 大概都是非原住民族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新生兒的這個 非原住民族的新生兒的這個 非原住民族的新生兒的這個 呃 原住民族的新生兒的這個死亡率 左邊的是非原住民族 可以看到 原住民族 就是非原住民族的新生兒的這個死亡率 反映 其實又很顯著的這個差距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原住民不斷 不但這個 活的 比較短 我們的小孩子的 新生兒的死亡率 又高於非原住民族 這中間其實就是 透露出了一些 其實這個 就探索的問題 為什麼 為什麼 那我們再來 看看 台灣 台灣 我們可以看到 台灣的 原住民族的這個 因為不管從零歲 尤其是零歲平均一命 他跟這個 主流的這個 社會呢 他其實 大概 差不多八點八歲 八點八歲到九零零歲 從不同的這個大概 九十九零到八 同樣 跟世界的趨勢是很類似的 所以我們原住民族 活的 教官 原住民族的這個 活的這個 教官 但是 從零歲平均一命 我們可以看到 他有差距 可是 很有趣的啊 如果我們原住民族 活到 65歲 能活到65歲的人 幾乎跟 跟不是原住民 幾乎沒有 沒有那個 平均一命 就是說 我活到65歲以後 我65歲到我死亡 這樣子的一個 年 可以活幾年啊 原住民 跟原住民 幾乎沒有什麼差距 這又透露出來一些 很有趣的 訊息 原住民 為什麼活到了 65歲之後 他的 這個 我們的這個 平均一命 65歲的這個 平均一命 跟非原住民 又沒有太大的這個差距 這其實中間其實透露出了 很多值得我們去思考 和探討的這個問題 但是我也要說 就是 其實台灣 在對這方面來講 他很多的研究 只有呈現了在於 但是要怎麼樣提示他 其實是很缺乏的 在這邊 也鼓勵大家 如果真的有興趣 針對原住民族的這些 健康不均等的這個議題 其實他是值得 我們再去做更多的研究 去釐清 當中很多的這樣一個問題 那今天我就試著 那幾個 我自己的這個研究 來 嘗試的去理解 我們原住民族 這個所謂的健康不均等 藏在這樣子的 這個數據下面 可能有的一些現象 這張圖是告訴大家 過去來講 要怎麼樣來看人 住民族的這個健康 不確定的這個現象 其實是很傳統的 衛生之外的一個理論 好 那我們今天他叫做 疾病的自然史 這邊如果有學 公共衛生的 或學是醫學的 醫學相關 就知道 那其實是根據這個 所謂的這個 整個病程的這個發展 一個疾病的病程的這個發展 來去看個人 在發病 為什麼會得到這個疾病 有哪一些呢 可能是包括 生物的 基因上面的 或是一些 特別的這個 危險的這個行為 會造成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疾病 然後呢 那在疾病 那這個症狀出現之後呢 到底有什麼樣子去介入 包括這個服用藥物啦 或是其他治療等等 然後 會不會恢復呢 或是死亡 會變成一個所謂的 失能的這個狀態 就是說 從這個一個個人的這個角度去理解 這個疾病為什麼會發生 就是我們看到這個 今天會有疾病 我就說 啊 有可能 你的這個生活上面啊 有時啊 異動 等等 產生了這些問題 所以呢 變成了這些 慢性病 但是 這樣子的一種 理解方式 它告訴了我們 我們可能 在我們的生物上面 在我們的這樣子的一個 個人的這個行為上面 出現了一些問題 所以影響到 我們的這個健康 是我們看到的 例如說 呃 在很多的這個大家 可以看到在 呃 媒體啊 或是在我們的一些 學術文章裡面 它有很多的危險因子 啊 很多疾病的這個危險因子 例如說 我們原住民 簡稱什麼 香冰酒 香菸 檳榔 檳榔 酒 這個全部都是我們 原住民每次談到 我們原住民不健康 就是 因為我們吃香冰酒 我們吃香冰酒 好 但是 就很少人去問 為什麼 為什麼 原住民是香冰酒 好 我們師父看到了 一個蜘蛛網 可是 蜘蛛在哪裡 我們只知道 大家都有一個印象 原住民好像很喜歡抽菸 原住民好像很喜歡喝酒 原住民好像很喜歡吃菸 但是 從來 應該說很少人去問說 為什麼 好 所以我們師父看到了 一張蜘蛛網 但是我們從來不去 不去找蜘蛛在哪裡 這個其實是 我們最大 最大去理解 我們原住民族的健康問題 常常很大的 這個民視的這個所在 好 就是蜘蛛 看不上蜘蛛 好 所以 好 因為我自己的 這個 好 我自己的訓練 是醫學人內學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從比較 這種 社會 還有文化的 我們要去理解一個疾病的時候 我們稱這個整個 疾病發生的過程 以及它叫做疾病的社會模式 好 那我們怎麼去理解一個疾病 在一群人上面 因為為什麼一個疾病 它會集中 好 在一群人 一群人身上 好 例如說 原住民族大家都 可能 大家都聽過 我們的這個所謂 死於這個 肝硬化 或是慢性肝硬的人數 很多死亡率也不高 但是 為什麼 為什麼是原住民 為什麼是原住民 那 如果不是原住民的時候 為什麼相對來講 死亡率是比較低的 好 那我們要去理解這個問題 這個時候 從 我們這個 比較從 醫學啊 從這個 醫學和非學的這個角度來講 其實我們去看 生態裡面發生了什麼變化 好 這個生態的這個變化 是不是造成 這個 疾病 會群聚在一群人身上 現在我們會有些例子 裡面存在的一些個人 特別是社會的那樣子的問題 因子存在 好的 相同 會訪問他們的評審 好 那 在這群人求醫 求醫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發生了什麼樣的問題 醫療的介入對這群人來講 好 是不是發生了什麼問題 讓他在治療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雖然有很好的這樣子的 一個醫療的這樣子的問題 可是卻沒有辦法按理治療 這也是一個問題 好的 最後到這些人 是死亡還是回復他的這個健康 所以 我們從一個比較 一個更大的一個 視角 或是從個人 是從一個 一群人在生態系統 跟這個生態系統 互動的這個過程當中去瞭解 為什麼 特定的這個疾病 它會群聚在特定的一群人身上 然後到底造成這樣子的疾病 它發生的這個社會 因子或什麼的化因子 是什麼 那這跟比較生物醫學的 這樣的模式 就不大一樣 就不大一樣 那大家聽起來可能覺得 這個很抬手一下 好 我用第一個 我自己做的這個研究 好 那這是 前幾年 其實我花了很長的時間在研究 我們原住民的這個肝病 所以我們原住民常常有個笑話 我們身上有一個 全台灣都沒有比我們更硬的器官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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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最硬的器官在哪裡 肝啊 肝硬化 肝硬化的人很多啊 好 所以我們的肝特別硬 但是我們以前百個不願意 好 所以我們常常講 我們這個 心很容易 然後怎麼樣 肝硬的病 喝酒的時候心很容易 結果喝太多 就可以肝硬化 肝硬化 肝硬化 所以這是我們常常在自嘲的 一個 一個說法 那我就有點興趣 可是你知道 台灣的這個肝硬 包括原住民 這個整個慢性肝硬跟肝硬化 的這樣子的一個行程 跟我們台灣 一型肝硬的這個代理 有什麼高的這樣子 一個相關性 所以我們稱這個 這個叫做肝病三部曲 第一部就是這個 代理者 第二個 你就進入到了 所謂的這個 慢性肝硬 肝硬化 最後走到這個 所謂的這個肝硬 那 我就 在一些這個 游行病學的這個研究大宗 你發現一個很有趣的這個現象 這是 呃 林憲鴻醫師大概在 呃 2000年的這個時候 自己業 當時自己業的 林憲鴻子 大概在2000年的時候 他做了一個公共衛生 那個 游行病學的調查 欸 他發現喔 這個不同 不同的這個 出生的那個 不同時代出生的這個 泰裏格族人喔 他其實他的 B型肝硬的單元病 不一樣 他也很好奇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印象是說 台灣 台灣這個大部分的 在1984年 大家 都知道我們現在台灣 這個B型肝硬這個疫苗 出生開始的話 就要打 出生的24個小時 裡面 就要打第一季 第一個月的時候 打完第二季 滿一歲的時候 打第三季 好 那有些 呃 可能到這個 沒有抗體的人 到了這個高中的時候 還要剩最佳 最佳一季 但是在 1984年以前 台灣人 台灣一般的這個民眾 B型肝硬的這個代理率 大概是10% 可是泰魯的說 他很奇怪 他這個 他的這個出生的 這樣子的一個 呃 年代不一樣 他的代理率 不一樣 他這個 他可能沒有畫得很舒服 這邊大概 在1916年到1925年 出生的這個派 你得出了 他大概 B型肝的這個代理率 B型肝的代理率 B型肝的代理率 是大概6% 代理率是6% 可是喔 幾乎 經過20年之後 上升到 多少 可以把這個15% 好 可以 短短的20年之間 一個疾病 可以 這個代理率 會變成兩倍 這中間一定不是 一樣的一個 因子 喔 知道 這個B型肝硬 最常見的這個 流 這個傳播的這個方式 喔 第一種是透過 媽媽在生小孩子的過程當中 所謂的脂肪是傳染 好 小孩子經過媽媽的這個 慘到的這個時候 他的這個 身體的開口 眼睛啊 嘴巴啊 這些 受到這些已經被 異形肝嚴 就是異形肝嚴 代理的這些 輕的血液的這個 這個感染 然後他會 有高的這個 病因一點的代理 另外一個 還有很重要的就是 所謂的水平傳染 他透過包括 有輸血啊 還有體液的這個交換 短短的二十年間 一個疾病 那當然不能說 異形肝嚴代理 代理是一個疾病 但是在代理的 歷史上升兩倍多 這其實中間就只有 我們去探討 所以我就開始思考 那時候我就開始思考 會不會是什麼樣的原因 造成這個 特別是水平傳染 讓這個疾病 能夠快速在二十年間 怎麼樣 再出去裡面 上過開來 欸 第一個我想到的就是 他知道佩魯閣主委 為什麼 他不喜歡講幾名 請問有什麼案件 主委面 好 面 然後佩魯閣主委叫 布達森 布達森 男生 上來 女生 是哪裡 和 跟面 好 那我們在想 刺青會不會 我想 刺青可能 會怎麼樣 會造成那個 因為工具 使用的這個工具 可能會造成這個 水液的那個 這個工具被水液污染之後 再造另外一個人的身上 在刺青的時候 可能會怎麼樣 會造成這個 所謂的水平的這個傳染 結果 我們用了什麼方法 我們其實 這樣講一些日本人 日本人 日治時期的這個 布策後面 助理跟非人組織分開 顏色不一樣 他們稱叫做 翻譯的布策 布 它裡面 就有記載 那些人啊 有沒有 那些人啊 他們在赤默 就是我們的文面 那我們就去 去 那時候很辛苦 超了一萬四千多分 那個太魯閣族人的什麼 不成 不恐懼不然 好 花了大概六個月 把 永不能畢 那樣子 跟 帶了三個助理 然後我再慢慢操 然後呢 超然在我們 剛開始做土地分析 就是說 在日治時期的 這些太魯閣族人 那他們有文面的 這樣子的一個比例 我們可以發現喔 這個 從一九一六年開始 那這些文面的人 一直下降 為什麼 日本人從一九一四年 開始 這一次 去管理 國家的力量 進入到太魯閣族地區 花里秀的像 太魯閣族地區 不過我要給太魯閣族人 拍拍手 他跟日本人打仗 打了幾個 一樣 打了八年 不到 大概一萬多個人 的太魯閣族人 跟日本人 打了八年 中國四千千萬人 跟日本人也打了八年 不知道誰比較厲害 人家八年抗戰 太魯閣族人也八年抗戰 所以 到了一九一四年 日本人 一八九五年登附台灣 可是他到一九一四年 才真正的去統治 整個太魯閣族人 這樣子的一個地區 之後他嚴格限制 太魯閣族人 文面 所以 當這個 一七八年代理上次說 文面 的領域下降 好像文面不應該是 他的那樣子 造成他的 這個 水平傳播的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主要的這個原因 不過 我們在互測 互測的部裡面 我們發現另外一個 有趣的紀錄嗎 日本人 針對那 其實所有的台灣人都一樣 他 出生之暴 就要打著 那個 中鬥 去遇防掌 電話 這個發現已經絕技了 所以各位都沒有中鬥了 對不對 這時候就有趣了 我們發現 隨著 中鬥比例上次 那下降是 這個 紀錄大陸世界大戰的時候 太平洋戰爭的時候 日本人 他沒有問題 欸 那中鬥比例上升 跟這個 鼻型肝炎 代元律的這個上升 從怎麼樣 剩下關 然後這個是保留在 公共有興趣說 他會不會是一個 這個造成這個 鼻型肝炎這個 病毒水平傳染的這個 這個 這個病毒 長好久好久 很想自治世時期 這個中鬥 這個工具 問了好久都沒有 終於 打電話到台大院 他們說他保留了一套 然後在他們博物裡面 保留的唯一的一套 他說 老師你有興趣就來看 我們很感謝他們的那個 台大院 他說 老師你知道嗎 這就是我們現在 以前的老公醫師 上面 上面 捐給我們的那個 日治世紀 一個中鬥的這個工具 大家可以看到 這中鬥的這個工具 波片 然後 兩個 這個 這個手術刀 然後這個管子 那怎麼中鬥 那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手術刀 他就這個手術刀 劃過我們的真皮 怎麼樣去判斷劃過我們的真皮 開始有血滲出來 就是你刀切下去的深度 到有血滲出來 就是這個畫 我們那個真皮 怎麼樣的深度 不要畫太深的思緒 就算了吧 所以 這是國外 國外 國外更慘 這在 這在英國 英國在這個地圖 他們要 要切你的洞 到手衝 台灣比較 日本人還叫那個洞 換一個 換一個什麼 換一個十字而已 那到時候 那個鍋片 他把牛豆粉放在這上面 把牛豆粉放在這上面 所以呢 他先 用一個手術刀 先去畫 手背 好 我真皮層之後 用這個手術刀 什麼 去沾鍋片上面的牛豆粉 牛豆粉 然後怎麼樣 放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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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有沒有發現什麼問題 沒有消耗 完全沒有消耗 所以下一個沒有來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 我們可以看到的一個 過去來講 一個 一個 重鬥的這個方式 那它的重鬥 日治時期重鬥 從 現有這個文獻 特別是這個 所謂的 保證 大家知道我們台灣以前的這個 保獎子 就像現在我們的 里長 或是 林長 這個 那 從保證的日記裡面 我們知道 日治時期 重鬥 叫做重春鬥 就是 當年度 出生 的 小孩子 在 四月份 四月份 三四月份的時候 開始 要重春鬥 十一月份的時候 把胎兒 再重一次 一年兩次 其中 我們可以看到 當時候 泰文革出的這個 呃 的 長者 他就回答 他說 他很模糊的 他很小 他很小 看過 但他都八十七歲 他說以前喔 都是 什麼 警察 特本警察來重鬥 為什麼 後來我們就發現 他講 欸 有一點 不明白為什麼是 警察來重鬥 因為 在這時期有�衛生警察 這些衛生警察 他們是負責這種 防疫工作 警察權 跟防疫檢夾在一起 他對神 有很嚴格的 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的 威懈身體 就像我們現在 欸 你違法研究呆 你一樣 警察權 也用在這個疾病 這個疾病上面 所以 透過這樣 慢慢的拼湊出來 或許 重鬥 是造成 二十世紀初 太武德族的 力行感的 大力力 上升 重要的 能力 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 這好像就是在一個生態系統裡面 好歹我講到 在這個生態系統裡面 我們 人類 原來想要預防這種疾病 這邊是什麼 天花 就會引進了一個新的技術 叫做 中斗 可是 這個 中斗 因為在不小心 在那時候 我們對病毒 病毒的認識 有限 對於病毒學 他說的病毒學的發展 其實都還在很粗度的 這樣一個階段 基本上 那時候 病毒看不到 所以 為了預防 預防一種疾病 我們可以看到 它動用的這個 警察權 嚴格的去怎麼樣 強迫 然後 每一個泰魯格族人要來動動 但是 很不幸的 這樣子 一種新的技術的這個引進 因為 沒有 在這個器具上面 做一個完整的這個效果 引發了這個疾病 在這一群人 泰魯格族人的這個身上 裡面 掌握出去 好 所以 通過 這個政府 通過他對這些 呃 原住民 還包括當時的台灣 有種生存症 你知道 疾病的遺憾 其實是一種 這個很政治性的這個 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有 訪定 訪定傳染病 為什麼傳染病 要變訪定 因為這些傳染病 在外衣不小心 闖過出去的時候 大家不知道還記不記得 兩千年三年 的SARS 不知道會不會那時候 大概都還很年輕啊 小孩子 那時候 已經在下午 唸我 師班 和平醫院怎麼樣 後面 結果 很多人犧牲了 神明 這些人是12 醫護人 錯誤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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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許是無限的 或許我們在這邊發現 在沒有 很謹慎 去評分 一種新的技術 或是政策 下面來講 很可能 在這個生態系 引進了新的命運菌 引進了一個新的命運菌 各位 二十世紀 初 日本 對 這個 天花的防禦政策 讓太陽得出 到今天 到今天 仍然有很多的人 死於所謂的這個 乾坊 我們今天 那可以看到它的影響嗎 壞一個事情 壞一個事情 所以 這邊我們要講的就是 在剛才我們說 看到了 從這樣子的一個 生態的這個角度 我們去理解這個 疾病的這樣的發生 這個時候 這個疾病 就不僅僅是 個人的這個行為 這個疾病的發生 就不僅僅只是 個人 因為個人的這個行為 所引起的 可能 很不小心 輸血輸道 或是不當的這樣子 你知道 這個 壁形肝炎 它也是所謂的 透過信心的傳統 有疾病 我都 過去都不太去講這個 個人層次的 這樣子的一個 靈畢的原因 可是 然後我們把這個 時間拉長去看這個時候 原來 壹形肝炎 在太魯格現在 太魯格族人當中 這麼嚴重 他跟過去的這樣子的 原住民族被殖民的經驗 是否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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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個很符合 剛才我一開始所講的 這些 剛才 一開始在海溪的 我們有兩張這個 圖片 這個外國的這個 文章上面 寫下來的這個圖片 這是發表在 很有名的醫學達志 這個原住民族 在2006年 這對原住民族健康的專輯 他裡面 其中 作為這個結論的文章裡面 也提到 在世界各地 原住民族 面臨的這個 健康不均等 跟原住民族 被殖民的經驗 有很深的關係 包括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這些代謝性症候群 糖尿病 心臟病 高血量 好 所以 這邊是第一件 通過我 過去我所做的這個研究 要去跟大家 去建 第二個 或許順道私的研究 我在石門水庫上流幾水庫 嘗試的要去分析 石門水庫的這個興建 對上流幾水庫的 太多的 健康的這個影響 好 石門水庫 是大概1960年代 1960年代 規劃設計的 但是石門水庫 誰出現建的人 中華民工程 全 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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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對 誰建 誰出現建 台灣現在唯一的好公路 美園 對 美園 好 為什麼要建石門水庫 石門水庫工水的區域 主要是哪裡 台北 桃園 然後還有竹客 特朗園 當時為什麼要蓋石門水庫工水 第一個 桃園 當時是台灣最愛的軍事經濟 他需要這些水庫 新竹當時在規劃 新竹客水庫工水 也需要水庫 提供經濟發展 提供民生用水 這樣蠻不錯的 蠻不錯的 大家想說那美國 美斯幹什麼要給台灣幾個蓋水果 要牽扯到後面的國際關係 台灣當時稱作叫做反共不成航空間 這個航空間不能沒有水 所以蓋了十溫水舖 十溫水舖後面 整個十溫水舖新建的歷史 後面其實是一步什麼 國際關係是台灣的近代國際關係的所謂 有興趣大家可以做的 這個研究我保證還沒有人知道 要去研究 所以那時候台灣政府水不夠了 又要蓋水舖 又要在十溫水舖上又擠下去 再蓋比林水舖跟高台水舖 正好如果你對新竹的歷史熟悉的話 比林水舖蓋在現在新竹的前三個台 我們看到的這個所謂的這個 比林的這個部落 新竹的尖石鄉的前三 新竹的尖石鄉分前三後三 後三就是要蓋成高台水舖 然後呢高台水舖的水要約於飲水 貫穿新竹這個前後三 它要擋一個約於飲水 高台的水舖引到比林水舖 那比林水舖再引到什麼 所以當時很多民族在反對 看很多泰雅族人在反對 所以這時候我就開始想說 因為事實上國際間有很多的研究 在研究這個所謂水貴新建隊 這個人族民族健康的原因 所以你來做這個台灣十溫水 這是很小的東西 大家看到紅色的地方代表就說 國際間蒐集了各式各樣的案例 他們發現在水貨的新建 然後在他們這個上游的這個區域 在他們這個上游的這個區域 他也發現很多因為這個 新建這個水平之後 所以造成負面的這個影響 包括怎麼樣 像那邊他提到的所謂的 生物物量性的喪失 然後呢 那個整個沉積 因為這個水庫的那個積水區 它的那個沉積量就會變大 而且會有什麼樣 會有這個所謂的這個水災 水災的這個發生 對於人的這個影響 他們發現水庫上有積水區會出現什麼樣 食物安全的問題 因為水庫上有積水區常常是被什麼樣 限制去使用 住在地上水庫的積水區 往往不能去生產它的怎麼樣 自己的所需的這個食物 因為大部分都被水淹沒了 被水淹沒了 然後還有跟水相關的這個疾病 最典型的是我們看到的這個雪式蟲 人跟那個從接觸之後 或是學過這個 計算成功的人就知道 會去乾燥你的腸味道 然後呢 會到我們的腦部 會鑽進人腦裡面 好 大圈內外寫這下 哈哈 忘記了 然後就知道 還沒有 好 還有 碰到 所謂的 對 因為水庫上有積水區區 積水區很偏遠的地方 他們在使用這個醫療資源上面來講 十分不變 所以在醫療資源上面來講 水庫積水區 是相對來講 是少的 等等這些問題 那我們就想說 那在十分水庫上的積水區 會不會有這些現象 所以我們提醒了這個研究 好 那 尖石巷在這裡 這邊是十分水庫的這個大壩 然後這台積水區 那積水區含過了 這個桃園的這個復興區 水道復興區 跟新竹的這樣子的一個 尖石巷 新竹的尖石巷 好 這是什麼那些部 好 來喔 或是有去過了 然後呢 我們就在 新竹的尖石巷來進行 進行研究 紅色的點 是我進行研究的這個 區域 部落 原住的部落 在那邊進行各式各樣的訪談 還有觀察 各樣的生活 可以看到 這是那邊的地景 我們在那邊去過 新竹的尖石巷的 修完 玉峰村最有名的 最有名的這個部落在這裡 叫什麼 是嗎 又有一個外號叫上帝的部落 上帝的 近的部落 在這裡 這是他們所看到的這樣一個地景 太亞族人有一個特性 以後去到太亞族的部落的話 你可以看 太亞族人很喜歡聚集在那個山口上面 所以到了那個太亞族的這個地圈 桃園 復興啊 新竹啊 武峰 然後一直到台中 然後再往北邊 到台北的烏來區 宜蘭縣 這邊是我們講太亞族的這個區域 現在是 連個山頭都被一群太亞族人所怎麼樣 站在上面 他的部落看起來很近 我們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看過去大概一公里 走起來是幾公里 而且都是山路 所以不要 這個是我從這個部落這邊 這邊叫十壘部落 這上台喔 那看起來很近 看起來很近 開車一個多小時 他可能要下到河 你在上面 就不要小看他們 不過這也反映出來一個憲法 路怎麼這樣開呢 為什麼要這樣開路 他為了要治水的方便 他要循那個 他不是開給真正的人去走的路 他原來是循水 要用的這個路 但現在越來越住在上面 所以他就照著這樣子 他們在循水的路去走 所以道路的建設其實也是 我們現在看到後山 在水庫 深溫水庫上的擠水區 很嚴重的問題 只要有蓋路的這個地方 常常會崩塌 常常會崩塌 這一崩塌要進出就很困難 因為這些路原來 本來就不是設計 用來作為交通用 它是循水用的 所以這個是很奇怪的一個設計 那上面居住的這些泰雅族人 他們屬於泰雅族的馬里光群 然後居住在這個區域的這個 大概都太不熟了 他們主要就是做這個農業 然後他們現在上面都做了一個屬業 很有名 十類部落的這個自然農業很有名 那最近他們也是博士在種菜 東華的東華 他是政大的民主系的博士班 我畢業以後 專門研究有些人在上面做菜 所以我們就通過人類學的這個研究方式去研究 這邊的這個泰雅族人 然後做了一百 一百一八個人 我們男女的各一半 五十四五十四人 這是他們的一個特性 我發現 他們常見了健康問題 有十種 有十種 感冒最多的 就是我們在研究那期間的這三個月 看他們常見到這個問題 那頭痛有很多原因 那感冒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組裡面的長者 我們也回憶 他說這個感冒在過去 對他跟他的辦法來講 過去來講是跟長者的道理 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一直記得 就是說大概在 尖十鄉大概往後山 大概是1990年代 在新建完成 在那之後 他們常常很多人 到冬天 還沒有演出 老人家常常在講 這是外面的病 外面的病 代表就是 他可能跟外人接觸之後 才形成比較大的成果 但我們沒有 在這個研究當中 在這段我們只有透過口述意識 但是我們實在很難再去追溯 很難再去追溯 他會不會是因為 過去這些太亞族人 他比較生活在這個 比較獨立的這樣子的一個 生態系統裡面 這些感冒的這些 病 感冒的這些病 他並不容易進入 可是當道路開放之後 有許許多多的這什麼 外來者 進到這個部落之後 他從很多的這個 平地的這個地方帶起來 帶起來 在接觸的過程當中 再加上原住民主 本來對於這個感冒 你從來沒有得過 所以怎麼樣 抗體不足 不過去保護他 所以 那時候我們針對的這個 第二個 肌肉骨盒的這個結衣 我們倒是做了一些研究 我們發現40歲 40歲以上的這些太亞族人 都在這個肌腿上 有了這個太亞族人 關節 很多都有問題 然後很多人都會怎麼樣 患得通關節 可以看到 他們肌肉骨盒 特別是這個 關節的這個 正13% 單一疾病 他可以 平方率正到13% 是一個很年輕的 跟衛生味 大方不是傳染病 是衛生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我們也正在看 球衣 球衣的這個行為 做了 沒關係 球衣行為做了一些 一些分析 那這沒關係 我們不要過去 這個 跑掉 這個 蘋果電腦 跟一般的電腦 還是不相同 這個 我們就去 請這些 有肌肉骨骼的 這些 這些太亞族人 去 談他的生命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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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舉這個例子來講 這個太亞族人說 他 他 他膝蓋痛苦要去找大一點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常常看得懂嗎 為什麼 因為他 以前 常常要去山上 工作 但是 發覺 東面去擠得到 其實自己的這個 膝蓋關節發生了 他蹲下來 他這樣子做一個動作 蹲下來 重複這樣子一個動作 三十年了 三十年了 然後 他為什麼要蹲下來 他在採菜 在採菜 這 可能看起來對大家 是一個 平反不齊的這樣子的故事 可是這中間 提供了好多多的這個訊息 只有這段話 這麼說 奇怪嗎 看起來是有一個器官的問題 身體有一個器官的問題 但是 為什麼會照我們起來 不去三十年了 不斷的蹲下 蹲下起來 做成動作 為什麼我們要蹲下起來 因為我們到山上 很多地方去做功 器官 特地 然後呢 這中間 他所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的是 個體跟環境的人地不同 我不斷的怎麼樣 在一個環境裡面 蹲下來 站起來三十年 各位試試看 像你這樣做這個 每天都做三十年 然後還要走 他們好像跟他在講 這似乎 中間 還產生一個問題 為什麼 他要到很多的山上去工作 他到很多的山上去工作 就為了了解他們這個生命經驗 然後 我們引入了這個三圓區下 這個方法 我們把這些人 在加排他們工作地點 和GIS 全部掉下來 我們現在可以去定位 你做什麼 你做什麼 然後我們去 記錄 我們利用這樣子一個電腦 我們把GIS的系統 記錄 這些位置 然後呢 跟他走 他每天工作地點 然後 把他入鏡圖 現在科技都可以自己畫出來 中間連不延續 現在再三後面 我們就是不斷的要去修 進入 你會看到 他的家 他不動的在 不斷的山頭當中 移動到這一座山的這一邊 來種菜 或種香菇 他每天移動的這個距離 三公里 看起來不多啦 三公里 搬成的距離 平均波度但是四十八度 不會 十八度的波度 你每天走 來回六公里 試試看 很陡啊 四十八度到底 那個 你拿那個兩腳去量一下 四十八度 你每天來回走六公里 看了 肌肝收的兩次都不良 但是我們去問 為什麼他要 要在這麼陡的地方 他不會在 這個下面比較平的地方 這個效應是水分積水去 不能怎麼樣 種菜 不能種他要吃的菜 或是生產這些 經濟作物 所以 他就必須不斷的在這個山上 而且林務局會抓 對不對 這只是其中一條路 他只能多往四面巴掌 擴散了這個路徑 在山裡面去種菜 你看 為什麼 水部興建後 台灣政府的水 怎麼樣 治理政策 影響了這些人 經濟生產 這個東西 他必須要不斷在 食安裡面 這樣子的一個 這麼陡的這個地方 移動 然後種植 種植這些蔬菜 他才可以賺取他的新 為國的這個新資 去買的傢伙 所以呢 肌肉 你覺得這個疾病 的發生 會這麼高 跟 台灣政府 在水部 集水區的治水 的政策 跟人生的關係 那句話說 疾病已經不再是 個人怎麼樣生活習慣的這個問題 涉及到 後面所代表的是 國家的這個政策 在特定的時間 對這群人 行為的影響 然後 台育 這個人的健康問題 這群 泰雅族人的健康問題 一定不是什麼 不是個人的行為 這樣是一個問題 我們常常說 這是因為他的這個 生活習慣 生活習慣 這個問題 可是他的生活習慣 為什麼會長成這樣子 國家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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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在水庫集水區的政策 所以 從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這張圖在告訴我們 這群人 他的 其實不只是這群人 我們所有人的 這樣一個健康 其實呢 跟我們的這個生態環境 很有關係 那這生態環境的組成是什麼 包括生物的這個組成 我們看到了 人啊 動物啊 植物啊 微生物的組成 在這環境裡面 也有一些 所謂的物理的這個組成 包括山川啊 海洋啊 各式各樣的地景 不要忘記 我們人 現在是地點最強大的生物 南極都可以去 南北極都可以去 人的文化 對這個地球的影響很大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 水庫是我們文化的場合 對不對 那也有講到 我們為了經濟的發展 為了軍事的目的 為了我們民生的用水庫 為了水庫 可是水庫 有沒有改變這個地景啊 有啊 這地景一改變 汽水區裡面不能種什麼 原來的汽水區裡面 不能再做這個原來的這個生產 它的這個食物 它必須要怎麼樣 在山裡面不斷的移動 在很斷的這樣子的一個環境裡面 種植所謂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蔬菜啊 有沒有影響到我們人啊 這個生物組成 有啊 這些人怎麼樣 他的肌肉複合的疾病 變得很嚴重 各位 當然 這一群人 我們看起來 我們現在 好像常常 只停留在看到他們的器官的這個問題而已 可是我們發現 這個疾病 居然群聚在一群人身上 但是事實上 它後面反映的是 這些人跟環境的這個互動 產生的這個問題 好 在這個互動當中 很重要的原因是什麼 文化的因子 文化的這個因子 所以文化的 文化因子 包括剛才我們看到 政府的汽水區的這樣子的一個 水資源管理的這個政策 都成了一種所謂的社會危險因子 政策變成一個危險因子 不是我個人的這個樣子 所謂的這個生活型態 和個人的行動 讓我們看到這後面的時候 我們會太少關係 如是要改善這些人的這個健康 要改善原住民所面臨的這個健康問題 不是去叫我們原住民 要改變我們的生活型態 是政府 你再許許多的這個政策 這個是水資源政策 這還不是健康政策 你水資源的管理政策出了問題 那我們這群太陽族的恐慌 深受了其中我們的疾病族 那個真的很痛 特別是到季節交接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在生態 那最後這個例子 其實要為大家 談論就是說 我們知道現在辦行李 我這也是我2012組 進行的這樣子的研究 來研究 研究什麼 他在研究我們健康的這個社會 更典型 糖藥病 泰魯格組的糖藥病 好 我的例子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進行這個研究 因為 所以你們現在衛生所 主人所的行業 很快有一個人 因為我從做博士任務 他就跟他合作 他就跟我講 他就跟你講 他就跟你講 你也知道 我們 2010年 他那次不講 他2010年 秀林鄉的健保支出 超過50% 是在治療 有花在這裡的糖面 蛤 治療單一疾病 他在這個鄉裡面 健保的支出的怎麼樣 百分之50 只剩下百分之50 各式各樣的疾病要治療 不過你就知道 他的嚴重性 他的嚴重性 特別在疾病管理上面發生的疏忽 所以我們也進行了這個研究 我們去做深度的討談 理解他們怎麼解釋這個疾病 然後 連續三個月 每天ください 看他們吃什麼 去問他們吃什麼 然後請營養師 分析 他們營養的設置量 還有這個 所以當然來一直一直一直看純化 或者在這個search 以這48個我們用這四個人做例子 這些人不只是有朋友病 為什麼? 心臟病高型人知道 噴心病的發生 常常會有一些我們稱為叫做公病 公病 公病的病 在床上病 結果我們發現 這些糖尿病的發生 跟不健康的飲食文化 有關係 造成不健康飲食文化的原因是什麼? 公病的解剖性暴力 當然真不談它 還有性癌 有些病的研究發現 泰魯科族的毒性 他的糖尿病的發生率高於男性 這個研究就處於這個問題 那先用這個時間下 今天我們要談一個疾病的概念 大家可以看到 好 患慘 凌患糖尿病 有性癌病 高血壓 痛風 憂鬱症 所以很符合 你看糖尿病的這個人 他的這個憂鬱症 的那個罹患率 明顯高於 沒有凌患糖尿病的這個人 還有糖尿病管理不好 然後還要解釋 等等 我發現這樣子的疾病 疾病的這樣 好像一群疾病糾結在一起 其中疾病管理不好的人 是什麼? 我開始 醫生介入了 他有希望能夠提供一個 好的這個醫療的這樣 能夠讓你做好的疾病管理 你的血糖又沒有控制好了 超過兩百就是 這什麼? 糖尿病 一百到兩百之間 他的糖尿病前期 血糖 然後血糖到三百多 對 再高上去可能會死人 好 醫生 有沒有 常常去責怪 他有個作品 為什麼 你沒有好的生活習慣 為什麼沒有好的 常常吃健康的食物 然後定期的做運動 我的那個報道人 常看一口氣 他說 我是一個卡車司機 我每天長時間的開車 為了是什麼? 兩家好 我怎麼可能會有正常的生活習慣 然後另外一個 這個是被截治的 他怎麼樣 他被醫生罵 初時辦醫院 他照 慢性病的管理 你要怎麼樣 始終如一 要固定給一個醫生看 他才能掌握你整個病程 他知道被醫生罵 所以他一下 導致發生總是 一個人 國軍的醫院 在花園 然後他也到衛生所 他其實也到 那個持機去買藥 換來換去 效果並不好 一定關係緊張 後面 講的是 現在的 醫學的大學 他沒有遇到這個 所謂的病人的 那樣是文化 很多的醫者 因為缺乏文化的感度 在服務跟他不一樣文化的這個人 這個時候 雖然他掌控了很好的醫療技術 但是 並不能保證 這一些藥物 他可以去治癒這些病人 我們用很好的藥嗎 現在治療糖尿病 他有一定的標準的 這樣的治療的這個方式 你如果能夠好好地尊重醫所進行良好的疾病管理 其實你的生活品質都不錯 可是 這些人 並沒有 並沒有辦法說好的疾病人的關係 所以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以上面三個例子來說 我們可以看到 從生態 從社會風險 到疾病關係 這些種種都是造成我們現在有處 面臨這個健康不均等 造成健康不均等的原因 當然不能說只有這三種 這三種就顯示出來了 這樣子的一個所謂的健康不均等 它並不是一個個人身體或生理上的肉類 它會能體現 我們可以看到 有這種負責社會或文化的東西 如果我們不能去理解 那即便能有很好的 科技 很好的藥物 就像剛才 日本人要什麼 預防天花 對不對 它引進的這個重量 確實它可以預防天花 也只是很不幸的 它造成另外一個經濟 隱形在隱形的發展 但是我們能不能解決問題 所以這其實事實上 我們要去從歷史 還有從我們已經知道了這樣子的一些案例裡面 你要去反省 去思考 好 那最後要跟大家講 台灣 當代到底在政策上面 對原住民健康的一些政策的規定 因為有台灣的憲法層級夠高了 正修條文 第十條文 民族意願 然後怎麼樣 保障援助民族的衛生意義 有憲法有嗎 所以它 這個憲法的成績 它承認著這個民族邊界的存在 對不對 因為要民族意願 因為就是跟主的不一樣 所以 我必須要一套 設計一套的原住民族的這樣一個醫療政策 那原住民族基本法24條 那也有啊 醫原住民族的特性你要做吧 把這個活動的東西 然後呢 尊重原住民族的傳統 醫藥和保健方法進行研究這款 這這些看了從來沒有做過 有 我們的法律也有 好 照理說它應該以族為單位 設計 設計這項 原住民族的這樣子的一個醫療的這個政策 好 那應該要保障原住民族的這個 民族理學 對民族理學的這樣子的使用 好 但是 民族黨 台灣政府的立法跟執法是兩件事情 好 我跟你講在民族主法 2628條 都有針對這個 民族民族的這個福利啊 還有這個 不過大家看看 一看就知道這叫殘土式的福利 好 如果你看病 你需要的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救援醫藥的這個交通費 有補助嗎 其實沒有解決我們 後面看到 原住民族裡面的健康不注意 那麼多複雜問題 你脊髓去 脊髓去的治理的政策要不要改 好 那醫病關係 你有沒有告訴你的這個 醫療的這個蟲內人員要有無貪的感度 好 這都是其中的一些面向而已 好 那日治時期 沒有我想 日治時發明出來是一個 國家對一個民眾的身體這個治理的這個政策 其實會影響到我們這個健康 而且我們不小心得到我們負面的影響的出現 那在原民族他的組織條例裡面也都有規定 也都有規定 該規定的都規定了 好 那原民族他擺演這些角色 好 師父看起來 先坐下去了 難道原住民的健康還是會有問題嗎 好 這是衛生屬下養衛服部了 好 喔 他們也很奇怪 他說 把原住民族歸在三地領導地去健康 他造福制度 可是我們可以想想三地 原住民族住在山上嗎 好 那重點也很奇怪 蘭原住的情況叫做原住 達悟族 達悟族被稱叫三地原住民 搞不清楚 達悟族自己搞不清楚 他最高的三人不過一百公尺高的原住 但是他沒有住在山上 但他稱作為三地原住民 那用這種模式 達悟族是三地原住 但是他住在海邊 你更不用講所有的阿美族 阿美族除了齊美附落是在高山上以外 所有的阿美族都住在平地 以三地的思維來設計 住在平地原住民族的醫療政策 你會覺得很恰當 整個生態環境阿 都不一樣 所以 三地 三地 原住民只有分證在三地 奇怪 奇怪的邏輯 那另外一個更奇怪的邏輯是 原住民現在身份分成三地原住民跟平地原住民 你會知道沒有 為什麼要這樣分嗎 為什麼 這個分法有哪裡 判化程度的高低 判化程度的高低 其實日治時期 這是沿用日治時期的政策 日治時期把台灣的土地分成三種 一種叫做準藥純治靈也 一個人的藥純治靈也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華安寧的前身 準藥純治靈也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原住民 那時候 日治時期 以八萬的原住民的人口數 每個人三公頃 所以有二十四萬的所謂的準藥純治靈也 還有不要純治靈也 就是一般的種地 當初 住在所謂 準藥純治靈也這些人 被常叫做 神凡 住在不要純治靈也上面的原住民 叫做熟藩 生藩就變成現在的三地原住民 熟藩就變成田地原住民 日本他用國土計畫的治理 依照居住在不同的區域 把原住民的身份分成這樣做 所以原住民有生有熟 那在下族人正好介於半生不熟 所以叫化藩 南窗化藩 如果大家去看歷史的話 塞下族 化藩 化藩 這個藩有不同的等級 重點就來了 塞下族 唯明 住在新 不幸住在新族的這個塞下族人 在哪裡 準藥純治靈也 所以他們現在是三地原住民 但是住在南窗 南窗的 因為是住在不要求治靈也 變成什麼 品地原住民 而且我們的唐兄弟 唐兄弟有水源關係 因為居住的區域不一樣 所以我的唐兄弟 我表哥 住在新族的全部都叫三地原住民 這個制度顯示的是一些殖民者 對原住民族的這個想像 但是現在很多制度的規劃 到了現代還是依這種思維 在進行規劃 所以最近我們在長照 就遇到了一個問題 平地原住民 要滿65歲 才可以申請長期照顧 三地原住民 要55歲可以申請 他說 三地原住民 活動比較廣 資源比較缺乏 完全沒有辦法抓到他的脈絡 他的這個想像 還是停留在日治時期 對原住民的想像 天亮的台語證 所以這樣真正規劃其實有問題 它是有問題的 所以在後面 那時候 那時候他們很多的這些辦事性責 來確實我們法律都有 但是在這種 所謂的三地原住民族政策 大家可以看到 再加上 剛才的這種 對原住民族的分類方法 很像吃牛排一樣 還要分手幾分手 所以我們會有超能力士的出現嗎 他不等不出來 我們的超能力學長 他不等不出來 想要在南輝 從聖這樣一個南輝醫院 看到自己的族人 受給他真的是受不了 大家跳出來 大家跳出來 好 所以 這是一個問題 在三地一島的框架下 原住民族的這個政策 它到底恰不恰當 是乎 它在整個國家政策 在解決原住民族的健康問題的時候 它是去除這個危險的因子 這些危險的因子 常常是怎麼樣 這是個人的一些危險的因子 有一個抽菸 有一個喝酒 有一個吃病 但是我們看到原住民族健康不均感 後面的成因是這樣的 剛才我們幾個研究的例子 都不是這樣的 原住民為什麼 這吃病囊 吃病囊其實不是一個醉 爛任病囊 或是過的就是死人才死 那 使用 在使用這個 所謂的這個 含酒精性的飲料 我知道 醫學的也就有告訴我們 每天喝一點紅酒 可以去保重 行血管疾病 難道你說這樣子 預防性的喝酒 也叫做醉喝嗎 也叫做危險因子嗎 所以 傳統對於這個 原住民族健康的這個 理解解決辦法 只注重在個人的 這樣子的一個 危險因子的處處 其實不足以 去解決原住民族面 的健康問題 舉個例子 去年我幫一個民間單位 在做 無檳榔環境建制的計劃 然後他選定了 光復鄉 花蓮的光復鄉 有點去保 大家就知道了 光復鄉如果大概已經進到光復鄉 從平原到他的山上 整片的那個 檳榔 有沒有 真的看起來是玄偽 衛福部他也想說 那我是不是 把檳榔砍掉就不會有問題 砍檳榔樹 衛福部 他沒有太天真了 但是他的計畫就是這樣寫下 建置無於檳榔環境 他就說 這是期末的成果報告要秀的 然後呢 合銷才可以合銷 結果 這個承接的這個單位 滿天真的 好 那既然接了這個計畫 你是一個人住你去接啊 阿美除了接啊 那我們來砍砍看 那不能自己去砍 還要找香腸 我們在接這個 這個 國民健康署的這個 烏焰烏 烏檳榔環境建置計畫 因為 光復是 這個 檳榔 全台灣排名 前十名的檳榔使用的香 這下踩到地裡 你知道那個香腸為什麼會選上香腸 他是最大眾的那個總檳榔 他會選上因為他香腸員工選他 結果 結果 我們那個助理 被碰出那個香腸鎖 就到天底的這個時候啊 沒有辦法去建置 我們 檳榔環境 因為 沒有半顆檳榔麵之所 這個計畫被砍掉啊 結果 國民健康署的這個 那個 會計 國民健康署的小計畫 沒有達到計畫目標 這下我們抓緊 這就是我們 在處理這個 所謂的 這個 借主天安 的計畫 我們天才的 政府的這個計畫 今年還繼續爭論 但是這個習慣打電話 老師 不要接 老師老師不要接是對的 因為你不肯 但是 你可以看到 政府單位的思維 那 後面很快講過去 原子民的健康能力 跟ER化 可是大家看一看 我們看到的原住民作家 這健康不均等 是不是幾次ER問 不是 後面還有很多政策的問題 他被各種套 不再是所謂的社會 國家 的問題 還被一般化 這典型就是剛才 有人講的 2025的衛生福利健康白皮書 取消原住民組 原來的 2020健康白皮書的 原住民組專長 然後呢 衛福部的副部長 他說 在這些地方呢 我們都提到原住民組 四個字 我們很認真啊 照他講的 每一天 確實上面都原住民組 就是呢 講到這個 所謂的家庭照目裡面呢 要含原住民組 好 然後呢 再測 給我畫面感度 這典型是剛才的 無言無兵環境見智 好 還有 這是我們做出來的 長照 長照這個統計 衛福部說 原住民剛才講到 那個平地原住民 要沒有署罪 才能申請 因為他相對的資源 比較多 就不看到 馬上打臉他 四檀鄉 一石鄉 這兩個平地鄉 完全沒有長照 好 這邊其實也很多啊 在這個低於50%裡面 像吉安鄉 華蓮寺 華蓮寺 旁邊 莊巷 直接加 那他說 華蓮寺總 應該不錯了吧 慈濟門諾 國軍 華蓮總業都在那裡 結果 抱歉 民族民族的這個長照 很乾淨 有多30% 到30% 各位 我們政府不知道 人家就是這個 為什麼他錯 但是 他錯 他就說 他錯 他說 老師 會不會你的資料 有沒有問題 不是啊 這個資料是他給我的 衛生福利 不給我的資料 我只是把它拿來 加加減減 出不出 就得到 這樣子 一個結尾 好 那 文明貝的角色 也滿暗昧的 好 所以 這邊 零零總總 跟大家講起來 就是 要告訴各位 原住民族的這樣子的一個 健康不均等 後面 他有很深的這樣社會文化 或是所謂的 社會文化的這樣子的分別性 好 如果 我們不能去解決 人住民族在社會發揮 這個 面對社會發揮 然後特定社會力量 包括政治經濟 自己的這樣子的一些 力量 這個時候 好 去解決這些問題 吧 健康權不均等 做得來 這個辦法被解決 跟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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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關係 好 他都不可能去追求 我們身心平上面 這個健康 所以 健康群分 從健康群的這個角度 去瞭解 原住民族的這個 健康不均等 是重要的 所謂的健康群 講的是什麼 這是大力教學文學的第一 我們在 健康照目 在所謂的生活條件上面 我們要同時的去避解 去維持這些人的生活條件 去維持這些人 提供這些人 所需要的什麼樣 健康照顧 然後呢 這一些 生活條件跟健康照顧 要符合他所謂的 3AEQ的原則 Availability Accessability Accessability Quality 這個四個原則 3AEQ的這個原則 我們才可能 真正的去解決 健康不均等的這個問題 所以它是一個人權問題 它不僅僅只是個個性 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樣子的 我們被簡化的 這樣子的 這個東西 好 以上 我們今天有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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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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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在聽的時候 覺得說好像在上 他說上流病的時候 要不要講一個 整個那種feature 不知道他裡面講的 剛剛 剛剛 這個 要講的東西 其實 我在聽的時候 我有很多感觸 像比如1990年我來台灣的時候 這個 第一次接觸很多的社會運動 裡面有一個 就包括說 原住民的運動 那1984年 這個運動以後 包括以前 規定裡面要和你 到後來 他們可以 這個原住民 可以用自己的命名 其實一波又一波 實際上是很難看的 如果有信息的話 舉頭上是有Google 回去Google一下 就可以了解很多原住民的運動 包括說 剛剛講到 我剛剛講這個水壩的時候 我就非常非常有感觸 因為譬如說 在 我自己的國家 馬來西亞 薩爾葉 比如說薩爾葉有一個原住民叫 達雅 應該就跟台灣的太陽 應該是接近的 或者他們叫一般族 一般 包括說他們的家 被 當初要蓋 為了經濟發展 要蓋水壩 然後蓋水壩以後 他們原本住了藏屋 他們藏屋的那種文化生活的習慣 被破壞掉了 然後搬到 我剛才講的 可能在某種程度上 現代文明的 這個阿分頭 這種房子 然後它的社區的結構的改變 對它的健康的影響 對它的健康的影響 是沒有被看到的 包括說 在蓋水壩 然後順便有砍木材 那砍木材 就有很多大坦車 所以原住民的死亡 的原因裡面 很多都被撐 被那種大坦車撞死 或者是什麼 被木材 那個 砍伐木材所 倒下來壓死 等等這些議題 那 更不用說 後面影響 就是達成的 生活文化 跟其他的部分 所以 其實剛剛聽了起來 我覺得全世界的 援助理其實碰到了 同樣的一些健康的維持感 那 我們怎樣去 包括說 今年我跟 我們的工作人員 去年 就其中參加 這個 國建署辦的 健康不平等的 一個工作 來了三個英國的 英國的學者 我們問他說 那他所發告的 澳洲的援助理的問題 跟美國的援助理的問題 跟台灣的援助理的問題 是一樣的 有沒有可能有一個全世界 通用的一個 framework agreement 來 讓 讓 世界各國 能夠有一些 有一些參照 因為大家碰到的問題 都一樣 那為什麼是一樣 這東西是要大家一起討論的 那 接下來就是 開放給大家來 提問 我相信 剛剛聽了 這麼演講 這麼演 這個 精彩的演講以後 一定有很多的問題 那我們就開放給大家 提問 好 大家好 我很有 比較好奇的問題是 原住民國人會他 在面臨的這麼多問題 他扮演了什麼角色 然後他成功的解決了哪些問題 或是他在解決問題上 遇到哪些困難 這是我比較好奇的 政府的角色 原民會 原民會是後來才有的 原民會的組織法 後來 待會 待會 我們現在再收集 收集問題 好 好 現在 遠從 婚禮來 哈哈 老師 各位 請教授 剛才有一個研究 他說 也著名一個 就是人一般整個問題要產生 就是說 既然也是已經說 研究出那個人靈工程的問題 他會影響到膝蓋 他看到膝蓋 膝蓋骨頭的地方 那是不是有設計一些 比如說 椅子來說 他能夠使用的工具 像我知道在我們雲林 嘉義地區的話 很多人也是種那個素菜的 他們就設他們 對有一些椅子 他們出來之後 他們 比較輕 他們可以拿去田裡面 在那邊做的時候 可以摘菜 當然底下是比較 底盤比較大的 上面是比較輕的 是不是有設計相關的一些東西 比如說一些 可以 避免他們再產生 化生的一些 激變粗外 人靈工程的激變粗外 謝謝 所以 一個是你自我預防 一個剛剛 老實講的 因為脊水器的這個政策 水壩的政策 所導致的一些 一些結果 來 待會兒 還有一個問題 你來收集一個 對 對 對 這個馬鈺跟老闆館的廢料的民眾 台灣這裡把合費都丟給原住民 可是他們用電單去是他們最低的地方 然後就是收蠻多大堆的地方 就是都丟給...不管是法國還是國國 他們也都是...他們也都是丟給弱勢主席 或是民主民主把合費料全部丟給他們 那不知道有沒有這個相關跟那個威權問題的出現 合費料的問題 剛剛你也有說過合大便嗎 我喜歡這個名稱 那其實原民會確實他有在他現在有一個我們看到的社會主 這個...他負責原住民主的社會平均健康 就這樣...他下面也有他的這個相對於我們的科系 我剛才有時間講的 謝謝你問 原民會現在有著 對於人主民主醫療相關的這樣子的一個政策 全部列在上面 找病 沒有辦法找錢寶貝的申請 他幫我們找錢寶貝的案 接著病 因為治療還有很長的這個時間 所以他補助呢 治療期間的生活費 好 那... 就醫交通 需要的這個經費 如果你超過 忘記20公里以上 還是怎麼樣 他有一個規定 他可以補助交代費 然後呢 他這邊還有一個這個... 社區衛生保健福利的作業要領 這些目前都是原本做的事情 好 我問你看嗎 完全是一個常骨師的社會的意思 這不是 好 他並沒有主張去解決我們原住民族 現在是原本的健康的軍 他其實很被動的在製作 你需要什麼樣的補助我們給你 好 可是從上面這些因子來講的話 原住民族的健康問題 他反映出來是許許多多 後面國家的這些政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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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這個所謂的繩子 是在治療過程當中的民意關係 但是 我們可以看到原理會這邊 很沸騰的沙塵 但是不能怪民族 因為 我們知道 國家的政策 現在並沒有所謂的 出現主流化的概念 在 國家所有的這樣的政策 設計上面 都不會考慮住民族 包括我們現在看到的查奇照 所以 族群主流就是 國家 包括 衛福部 他的許許多多的政策裡面 如果是 依照族群主流化的 就是練S5性的主流化的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你必須在設計上面 就考量到這個族群性的這個差異 你就必須在制度 在你的法律跟制度的這個設計上面 就必須要有什麼 因為族群的差異 所以相對應跟這個設計 但是台灣並沒有 只要有原原住民族四個字 所有的業務 全部都是原民會的 但是是不是這樣 又不是 但是 蠻好玩的是 今天如果 舉個例子 換成教育 現在原住民族的民族教育 不能發展 那個教育部 主管全在 又蠻奇怪的 一方面要去掌控那樣的權力 但是 又要把一些責任 推給原民會 所以原民會 他其實現在蠻尷尬的 他等於這個 等於是一個小國家 他掌管所有原住民族的這個 只要給原住民族四個字 因為他都要問 可是 政府處裡面的這個 保健科啊 大概只有五六個人 包括科長加科 要服務全國五十五萬的原住民 所以他其實事上有他的這個限制 事上的限制 所以這個跟整個國家在政策之力上面 是不是在 這個政府部會裡面 相對應的原住民族的 這樣子的一個 部門的這個設計 這是第一個要有的思維 第二個 在 政策和法律的徹底上面 要有助群組合化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概念 但是現在是不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原民會很做真的 一些 好 這個是我們所看到的 他也只能做這些 他也只能做這些 好 所以 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 剛剛你講的這些問題 應該是 中央政府會有各部會去 敘述的問題 還是說 原民會遇到更積極的敘述的問題 好 我們知道 2005年已經公佈這個 原住民族基本法 原住民族基本法裡面 它有規定政府 因這個樣的一條 對不對 但是現在這個政府 是被限定成 民會 但事實上 當初的政策設定是 相關的 包括教育部的 就是教育部 我們必須要主管 機關主要去負責 原住民族的教育 而不是把原住民族教育的 這樣子的一個 政策規劃 還有事實 全部丟到一條 但是現在全部 又丟到原本 但是 這個政府的資源 卻都放在 例如說 教育委員 就是現在的 已經面臨了這樣子 從1996年 到新年 為止 民會所面臨到這樣的情況 他確實要刺激 可是 包括 我們今天 在立法院 開這個長照的 這個協調會 原民會派副主委會 其他的部位 勞動部 派一個主長 衛福部 來了一個師長 然後 這是趙牧師 然後 他的社家屬 來了一個副主長 其他各部位 都派那種 他沒有決定 決定 全人來跟原民會開會 所以原民會有很多監禮喔 結果其他都 我們帶回去園 他們會帶回去 再掌握一點 那意思是在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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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是我們原本 有些原本 他真的以前 想做事情 都是 所以事實上在 這裡的這樣子 然後 組織裡面 他的層級 收到這個巷子 想對應對應 對應對應 來講 大概 真的 今天 有人發現我在地方 一直 跟那個 腹部的展望 對嗎 超級假的 超級假的 然後 腳到這裡 原民會後來 戰略之後 全部過來 都握手 終於出了一空氣了 好 好 這就是原本被的困境 也是我們原住民在這個大社會的困境 我們的聲音 我們的聲音 還是要被聽見 原住民的聲音 原住民是一個刻被看見 刻被消音的 然後 第二個問題是 是誰 好 你剛才那個實類的例子 你剛才講 他們在狠狠的坡路 他們現在種了一節 那他也為了要做水土 他們現在很厲害 他們把那個種菜的事情 接一接 不用玩掉了 不用拆掉了 在學習 沒有 沒有 應用那個 定型 對 開始做一些設計 改變 所以 確實 我們原住民也在學習 或許 沒有變化 但是你們一定 用我們現有的這樣子的一個資源 還有說 站立的這個知識 去解決一些我們要 我們可能要面對一些問題 確實 像 獅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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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有錢 當眾的有機制 這是太著思議的方式 他自己做那個自然的撒重機 撒重機 放不去嘛 那有一次我就很好奇 因為教會每個禮拜做禮拜 每個禮拜就收集教會 堂老教會有的 大家不是教會 都知道在堂老教會裡面的中報 中報你每個月的奉獻 教會的奉獻都寫在上面 收集了一年就知道這些人 他大概收入多少 為什麼 基督不叫十一奉獻 等於把他的奉獻乘以十大概 差不多啦 不一定啦 會低估啦 可是至少 可以有一定的準度 結果 我第一年第二年 收集完 就在算 有一天我 算完後發現我又不算錯 一個同夫一年缺個六十萬 貢獻給教會 六十萬 怎麼回去他一年份到錢 可以百萬 各位 我抓一抓頭 六百萬不能再賺到幾年 他一定也是賺到 照會被逼估啦 逼估啦 每個月他的那個 我剛開始以為是六萬塊 不是 確確實是那個六十萬 每次都可以 每次都可以 祝你也在進步 我們也在找出路 做有機 做有機就是 現在山上很多在做有機的 我們都可以做出 這個農友 有一些長到的出路 只要在空 建好之後 有機 也是有市場性 好 好 那最後一個示範得到 大背後 我知道這個椅子 那些人是朋友 好 那個 不過大家有沒有去看過 那個 原物者的輔導 有過他們演的那個 那個 原物者的劇 好 確實 核廢料 我比較沒有去接觸 好 但是 如果你可以看到 核廢料的儲存在 大型上面 那是一個 實際的騙子 從 他們宣稱 那個是一個 鮪魚工廠 鮪魚罐頭工廠 到現在現成 核廢料 儲存廠 從前落川 86 86 87 OK 第一次 去講上面要蓋這個工程 叫做 鮪魚罐頭工廠 沒想到聽來的是核廢 那現在 那就是 那就是 男女人 沒有辦法 農去這個 惡利 他們 幫你 惡利 所以 台灣要怎麼樣去處理這個 核廢的這個問題 我覺得 需要社會的這樣子 給我們參與 好 好 到底 核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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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有沒有共識 台灣會有能力 你看這個 藍宇的研究 我想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看 蔡宇廟 那我看這些 藍宇的書 萬一藍宇這樣子的一個精神 思緒的一個救 那 藍宇呢 他如果 藍宇有效的話 但是藍宇跟這個 八大黨的近 他知道嗎 不知道 沒關係 也沒關係 也沒關係 台灣跟藍宇距離 多遠 有沒有概念 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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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宇距離 菲律賓 外島 49 那種叫巴丹島 巴丹島上面的人 跟藍宇同紋 同種穿藥的衣服 長得一模一樣 然後 在1950年代之前 還有彼此黃昏 那時候 從藍宇到巴丹島 阿獨木舟49 還有一半天 藍宇最近在抱怨 要到巴丹島不容易 從藍宇坐飛機 到什麼 台東 台東 坐 火車到台北 台北搭飛機到馬尼拉 馬尼拉 馬尼拉再坐車到北部的那個 李宋島北部的海港 再搭船 到巴丹島 華晨五年 一天多 49台里這麼遠 所以 他很神奇 因為 藍宇現在還有幾位 十八大島 加過去的女性 他們說 他們要成立 蘭巴共和國 不要 不要 不要那個 台灣政府管太多 他們兩個地方 成立 共和國 然後 自己 生活就可以了 自己的 蘭巴共和圈 那個生活簽了 半日生活簽 你可以看到 哪有困境 哪有困境 他們到底是不是台灣的一份 我們也會認為他們是台灣的一份 我們一心可憐 如果我們當時他們會有同胞的這個時候 我們一心可憐 所以 對於蘭尼 其實有時候看到蘭尼的朋友 有時候我心裡很愜意 真的就會很傷害 能夠做什麼 能夠為他們做什麼 能夠為他們做什麼 所以要怎麼解決 不知道 留給大家 留給我們這個社會 這個 蘭尼的 蘭尼的 蘭尼應該是我在講解的第一篇 比較接近社運的文章 因為那個時候 我記得好像是 某個立法委員問了 當時的委員會主委 不是那些委員會 嚴子的委員會主委 為什麼你把 蘭尼的蘭尼 答案是 因為蘭尼的地形 氣候 和射向條件 適合組織核配料 我就很好奇說 台灣適合蓋核鏈場 不適合組織核配料 這有點不怪異 不過有很多的問題 包括剛我在蘭尼的時候 對 拿巴桶的果是我第一道理 不過如果這個成立的話 台灣加入 然後直接從聯合國 不錯 我覺得這一個 還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好 再開發一個問題 然後我們就請 來 兩位 劉佳哥跟那個神有進手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 目前 因為我看文件宣傳過來 目前有50%的原住民 離開林鄉跟都市裡面 但看起來 照文明老師來講的話 他的文化的衝擊 想必比文明老師給的資料還要大得多 那我想問兩個層次 就 就 建設照文部分 這時候政府在都市原住民 或整體原住民 他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那他遇到什麼困難 那他一直拿去處理 先讓大家問一下 好 來 下組到 下組 我的問題其實 我的問題其實很簡單 就是那個 剛剛那個講 那個中東那個東西 可是我在想說 他平地也是中東 難道平地 就不會有這種現象 所以他難道有什麼 中那個 那個 對不對 就是說他兩個 有什麼不一樣嗎 不然 照理講說 那個器具應該是 在當時的技術都是一樣的 那應該平地跟三地的狀況 對 對 對 X1 好 先談到這個 都市原住民 其實都市原住民 在整個國家發展上面 來講的簽名 其實跟同一項旁邊的 移工的 都可以連結 連結經濟的這個發展 方式 產生一些困境 有一個推移 然後都市在 整個都市在整個 還有到現在化 或者整個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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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移動的這個過程當中 讓我們原住民 離開自己的這樣子的 一個 家鄉 其實 他閃居 在這個都市各地的 這個時候 其實 生活狀況 包括健康狀況 他其實 畢定一定會 等於 像原住民那樣 比較好 而且在面臨這整個 原住民 這個非原住民族 這樣子的一個 環繞下面 其實在1980年代以前 有很多原住民 選擇自己的任何 他不願意講自己是原住民 他可以學 放棄說母語 去講 怎麼樣 也台語 我會有發現 在都市裡面 那 到都市來的這個原住民 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早期 有很多 他從事的是幾位的這種 我們看他的這種 重的這樣子 那個勞力工作 對 那其實在1984年的 海上煤礦 不知道 這邊可能 知道這件事情 大概都跟我是 差不多有點略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 這個三峽 到三峽 在那邊突然 海上煤礦的這個爆炸 許許多多的阿美豬 礦風 被炸死 所以 庫德夫 他的一首歌 他裡面在講 他的胸口充滿 那 我們的 那 我們的 那首歌裡面還講到 我們原住民的 其實是 在處理這樣 這樣做 在處理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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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以看到 原住民的問題 其實不就是 因為 你去到故事 真的 讓你有一些發展很好 但是 很多的人 一南面 這樣子 所謂的 這個健康不均 社會不均 但是 其實 到目前為什麼老實講 寶貴福部最近 都在討論 都市原住民族的 健康政策 裡面舉個例子 到底 被原鄉要不要有差 因為我沒有 認可的這個基礎資料 我們現在有的基礎資料 現有已經公布的是 101年 原住民族健康調查 報告出來 101年 新版的還在修訂 不知道什麼是會 會發佈 確實我可以看到 就是說 整個 從那個有限的資料裡面 都市原住民 在各項 生命指標上面 來講 都市原住民 是比原鄉原住民 要好一些 101年的 包括平均與命 我講零稅平均與命 零稅平均與命 但是是不是真的指我們原住 都市原住民 活得比原鄉的長遠 不見得 活得比原鄉的有品質 有尊嚴 不見得 你可以想像一群 一定要刻意 隱瞞自己身份 跟認同這個人 在故貴區 有一個研究 在研究 就是說 你每天起來 會想起 你是原住民的比例 還有 不是原住民 很多不是原住民 張扭起來 我不是原住民 你是漢人 你會這樣想嗎 不會 可是有很多原住民 早上起來就說 我今天要努力 好好念書 好好努力工作 為什麼我們要專心人家 但是他又不能把這種身份的認同 講出來這個時候 他所面臨的那樣 整個心靈的 這樣子的一個 壓力 他屬於上來 雖然不一定會死 我們看到那個 死亡率不一定會上升 可是那面臨那種 所謂的這個 心理健康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都沒有好好去研究 政府其實也沒有一個 對稱 包括現在要推行的這個 長期照顧 它裡面沒有都會區 原住民的長期照顧政策 現在所有的長期照顧政策 是原住民族地區 長期照顧政策 包括我們現在 原住民族地區 30個 3D原住民鄉 20個 25個是地原住民鄉 但是都會區的地方 還在裡面 所以這是我們的困境 所以這是我們的困境 都會區我們的都市原住民 是這樣的 好 好 希望你們可以再告一遍 另外一個衝動 衝動的問題 有趣 大家看到 他有得出的是從 大概1916年開始 上升 對不對 對不對 漢人 1896年開始上升 Virginia University的那個 那個 那個 John Smith 做的 我們把我們的資料對起來 欸 他發現 但是 漢人是從大概 18 96年大概只有9% 到大概1910年 大概到15% 很明顯的上升 應該是John Smith 應該是John Smith 他做出來了 他也在做縱動 但他用台中神岡地區的覆測來做 他也發現 換句話說 這件事情不只是對原住民 對非原住民 只是因為原住民 非原住民 他接受到日本整個 這樣子的身體治理的 早餘 太不可足 所以他比較 在1896年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到1910年之間 他就很快速的上升起來 所以我們可以去類似 換句話說 縱動很可能是造成 V型 B0 這個所謂的水平 擴散很重要的原因 這個是我們在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 顧測的這個研究 所看到的一個趨勢 所以 確實 這個 這個 是原住民 跟非原住民之間 都受到了這樣子的一個 國家的治理 國家的治理 對身體的治理 然後造成這個疾病 變得很嚴重 但是 非常有趣的是 有一個族群 大家 到目前為止 連台灣的 生命學姐 都會有興趣的是 阿美族 阿美族 阿美族從頭到尾 畢竟在隱帶有力 從來沒有到過 維持在百分之三 跟四之間 不管日本人 日治時期 或管理 他是唯一 我們現在看到 到現在為止 因為 V型疫苗的 V型疫苗的 這樣子的一個輸入 他降到百分之一一下 阿美族是一個很神奇的主群 有很多的老師在問我們的作為 也不知道 如果這邊 有興趣的人 未來其實這一塊 可以投入我們來研究 看看我們阿美族的身上 是帶著我們 一個奇異功能 可以抵抗這個 多性感染病毒 包括我剛才講的 林憲博基斯 他很有興趣 另外一個 馬街醫學院的 王頂鈺老師 他們都發現了類似 類似的這兩個問題 但是 都沒有解釋 都沒有辦法解釋 到目前為止 所以 提供給大家這個參考 謝謝 我們謝謝 今天這麼精采的演講 其實我很大開眼界 很多的議題 也許 我們想說 我們 關注演助理 譬如說我們在做 王頓運動 以前跟 很多的朋友在做 都市演助理 譬如說 在做板模 後來因為 大量的 移工的禮境 然後 造成 工作的 這個 這個台詞的效應等等 很多的問題 他上次團團相交在一起 那 當然 我覺得這一塊 剛剛 已經給了一個很大的 路徑 這樣如果有信息的話 都可以做 可以做這部分研究 那 但我還要回到 剛剛 就 一開始 我們就 有很多的 重點的地方 講到那個水大的部分 我對這個作為結論 那個水大對人的影響 譬如說最近 我曾經去參加一個 反水大的會議 國際的會議 然後 然後他把水壩畫成是一隻大塊獸 然後在討論 那個 那個 那個會議的主軸在討論 三強大壩 對於美工河 整個人 下面的流異 國家的流異的影響 譬如說水壩 乾旱與貧窮 然後貧窮 然後貧窮後面 當然一頭拉不個問題 包括說疾病等等 我覺得這些議題 都是很值得去探討的 因為它是針對環境的危害 然後反過來 回過頭來 它對於人的影響 因為它是很值得去的 因為它有很多 那是很值得去的